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就是榴莲水面银 然后榴莲塔 这个是榴莲慕斯 榴莲泡芙 然后榴莲芝士蛋糕 这个就是榴莲味的乌杰露冰淇淋 然后这边有一个榴莲饮 然后这边就是一个榴莲的冰淇淋 这个榴莲饮它叫做一颗猫山王憋罗奶 里面会有一个猫山王的冰淇淋起油 然后这个就是榴莲熔送的冰淇淋 哎呀 好香啊 我完全没有感觉到榴莲那个臭臭的味道 好了 那我们就要开始吃了 哦对 前面这个拼盘啊 你们不要以为它就是五块榴莲的果肉 这个呢 分别是五个品种的榴莲 然后都是马兰西亚进口过来的榴莲 然后这个呢叫葫芦 这个叫金包 然后这个是老树苏丹王 山顶XO 老树猫山王 好了呢 今天一共点了九种 我就要开始吃了 我从哪个开始吃呢 这个吧 这个冰淇淋它容易化 这个是榴莲熔冰淇淋 哎呀 好香啊 谁说榴莲是臭的 你们看这个榴莲熔冰淇淋啊 它里面没有很多冰的样子 没有很多奶的样子 就是这样一巴都能巴出榴莲丝丝的那个感觉 哎哟 你哪是冰淇淋啊 这真是榴莲嘛 其实它这个是小盒子装的 因为今天在店里吃嘛 所以我就说你给我装到一个杯子里吧 这样看起来更好看一些 很绵密 其实说冰淇淋在我们的印象中都是有冰的 然后有奶的 然后冻的稍微有点硬硬的那种感觉 这个完全没有 就是榴莲碾碎了之后冰冰凉凉凉的 很绵密的那种口感 它都能拉丝 而且里面真的能吃到那种大块榴莲的口感 因为你们都知道嘛 我真的是一个榴莲酷 就是之前不止一次说过自己超爱吃榴莲 而且我觉得你们可能是出于货害我的心态 老实想让我吃一整颗榴莲吃那么一大多 我怎么可能那么粗暴 那么粗鲁 我一定要弄一个创意的榴莲宴给你们看 因为最近直播我发现了一个宝地 就是西单这边新开了一个秘食森林 让大家知道我之前常去石宝街嘛 就西单的秘食森林我觉得真的是一个可以超越石宝街的存在 在二层新开了一家专门卖榴莲的店 就是今天这些豆在他们店里吃的 就是可以把榴莲做成很创意的东西 我觉得超棒 刚才我给他老板提一件 我说你们什么时候能出一个油炸的榴莲 我觉得就是这样的榴莲果肉 然后外面裹上酥酥的那种面包汤 然后炸的酥酥的拿出来之后 那么一咬外酥里嫩当当当拉酥 我觉得好好吃哦 榴莲蓉蓉最后一口 下一个是这个吧 乌节露冰淇淋 因为是冰淇淋类的 所以怕它化 所以我就先把它吃掉 我去给它吸一下 这个里面的馅儿 我才真正能吃到冰淇淋那个味道 因为它更多了一点奶香 这个是两片彩色的这种土酥面包 然后中间夹着榴莲味的冰淇淋 它这个外面的骨子面包非常有韧气 而且真的有一种骨子的那种香气 这个冰淇淋跟刚才榴莲蓉蓉不一样的 就是它更多了一点奶香的信息 刚才不是说它叫乌节露冰淇淋吗 然后我也问了就是乌节露是新加坡的一个地名 就是一个小巷子 然后它那里面有一个网红店 就是一个老爷爷拿着土酥甜包夹冰淇淋 就被老板引进到国内了 因为那家店谢霆锋也打卡过 但是新加坡的网红店 印尽剩余的动作 印尽剪余的冰淇淋 杨空小冰淇淋 你是否冰淇淋 这个冰淇淋 就 trace 和冰淇淋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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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